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期望值 我们要介绍期望值 Expected Value 什么叫做期望值呢 其实期望值就是我们预期 可以获得的值 叫做期望值 它其实也就是一种平均数 平均数的观念 也就是加权的平均数 怎么说呢 等一下我们拿例子 同学就会比较了解了 那么我们先介绍定义 E expected 这个是E 用一个E来代表 X代表的是它的随机变数 它怎么计算呢 它的定义是 所有的值乘上 它所对应的几率的总和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期望值 那这个间断型的写法是这样的 如果说是连续型的话呢 其实是类似的 这个Summation把它改写成 这个叫做积分 那这个地方是X乘上 这是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它所形成的积分 我们就也是称为期望值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立体 让同学比较容易了解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期望值是怎么求的呢 拿出一个立体来看 假设我们投值铜板三次 那么 设X代表的是出现正面的次数 是求它的期望值 那么重要的是丢铜板三次 那么我们所有的可能性 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可能反反反反反反正 这个是代表的是什么 这是 我这边的话呢 我画了一条线 这叫做一正 那么这叫做什么 两正 这叫做什么呢 三正 所以从头到尾 所有可能性是不是在这边 就是一共有八种状况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期望值 X代表的是出现正面的次数 那么我们的做法 就是首先要画出一条线 做出一个几率分配的一个写法 现在先把X列出来 那么现在来看 这个X的话呢 所有可能性是 0 一个 两个 三个 零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么它所对应的几率呢 几率写出来 零就代表反反反 那么几率八分之一 这个呢 有三个可能 对不对 一个 一个正的是三个可能 所以是八分之三 两个呢 这个也是八分之三 那这个呢 三的话呢 这是八分之一 那么我们所预期 会有几个正面 我们的期望值要怎么算 期望值的算法就是 这样子算 X乘上它所对应的几率 这个所对应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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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一下 然后全部加起来 0乘上八分之一 就是零 加上一乘上八分之三 八分之三 二乘上八分之三 八分之六 三乘上八分之一 八分之三 所以全部算起来是八分之十二 二分之三 也就是一点五 一点五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预期可以得到几个正面 一点五四正面 合理吧 三个三四 预期大概有一个半的正面 那也就是一个半反面 那么符合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期望值的想法 期望值就是平均可以得到几个 就是这个意思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袋子里面有十块钱的一颗 五块钱的有三枚 一元的有四枚 那如果我们去随便抓一枚 当然我们不能用摸的 我们用的是猜的 那么每个几率都是相等的话 期望值是多少 那么现在来看 假设我们拿一个 拿一个的话总共有几个呢 我们有可能的所有可能值是多少 有可能赚到十块 也可能赚到五块 也可能是赚到一块 来我们来把他的几率列出来 X的可能是十元 五元 还有一元 那么他所对应的几率 十块钱有一个 五块钱有三个 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有八个 八个那他只有一个 那就是八分之一了 现在五块钱有三个 那就是八个里面的三个 剩下来这是八分之四 来我们看加起来是不是一 好没错 那么期望值会算了吗 期望值就这样算的 期望值就是 X乘上他所对应的几率 他所对应的几率 八分之三 五十五 加上八分之一四得四 所以是八分之二十九 我预期可以得到八分之二十九元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期望值的观念 我们预期可以得到 这是这样子的 来我们来谈谈公正的赌局 什么叫做公正的赌局呢 就是说 我们玩了很久 我们其实没输没赢 那代表的是公平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美式轮盘 美式轮盘 其实总共有三十八个数字 那么他们来摇一下 他有00 0号 1到36号 所以总共有三十八个数字 那么我们可以拿一块钱去压他 压其中一个数字 如果压中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三十五元 如果压不中呢 没中的话呢 就被吃掉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公正的赌局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要看看期望值 假设期望值是零的话 代表是公正赌局 假设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是正的 那代表是对我们有利 假设期望值是负的 那就对我们不利 我们预期就会亏钱就对了 好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可能值列出来 玩这样玩法的话呢 玩一场 不是输一块 就是得多少呢 三十五块 X代表的是获得的钱 那么来我们写出来 X 亏一块 这就代表是没压中 如果一压中了以后 他怎么做的 原则上来说 他赔三十五块 其实就是得三十六块了 他把你我们的钱再还给我们 再得三十六块 但是是赔三十五块 所以我们获得三十五元 来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的情况 那几率是多少 以几率来说的话呢 是负一的情况 就是亏的情况 现在我们有三十八个可以压 可是他只有一个是重的 所以是三十八分之三十七 那么如果说这是 非常幸运的 被我们就压到 那其实只有三十八分之一 那么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公正的赌局呢 来看期望值 期望值 乘下去 三十八分之负三十七 再加上 三十八分之三十五 也就是三十八分之负二 等于负的十九分之一 这个意义是什么 这个意义代表的是 平均我们每玩一把 亏多少 亏负十九分之一元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可不可以玩呢 也可以 偶尔玩一玩没关系 但是玩久了的话 你要玩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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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非常多的钱去玩的话 那么他原则上 输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的期望值是负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 单选题的倒扣的问题 为什么要倒扣呢 是因为我们想要杜绝这个猜题跟运气 有人的话的运气比较好 有人运气比较不好 那么我们希望同学说 你不会你就不要打 是零分 如果你要猜的话呢 万一你猜错的话呢 那就要扣分 那么要怎么扣才会比较合理呢 来我们看看 这有ABCDE五个选项 那么如果采用倒扣的话来说 那么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先画出来 X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我们的这个得分 如果说我们是答对了 答对的话呢 一题是几分 四分 假设用猜的 那么如果说是答错的话呢 应该要倒扣 那要负几分 负X分好了 假设我们负X 好几率 答对的几率 如果说来说 你是我们是完全 没有尝试情况 完全不了解题目 乱答的情况 一二三四五 五个选项 你要答对 是不是猜中的几率 五分之一 那么猜错的机会呢 猜错的几率 是不是五分之四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答对了得四分 答错就扣四分 这样的话呢 实在不合理 我们应该是 他的期望值 我们希望他是零 原则上 我们乱答的同学 我希望他刚好零分 就是这样子 那么怎么做呢 来我们看 期望值是多少 期望值 我们乘下去 五分之五分之四 再加上五分之 负四X 我希望他是零 那么也就是四减四X等于零 所以X等于1 所以我们答错的人 应该倒扣一分 合理 也就是说我们题目很多 我们题目的话呢 有25题 那我们这个的话呢 平均起来 我们随便的乱答的话 接近零分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假设倒扣一分 原则上都是以零分 为他的周边的 这个预期到的这个数字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一个期望值的观念 那么期望值 就是所谓的预期的一个值 也就是平均数 也就是加权的平均数 如果同学了解他的几率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 他是一个加权的意思 那么就是这个几率 就是他的权数 那么我们以前 我们有曾经介绍过 母体平均数叫做μ 这个μ就是我们所谓的期望值